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的时候搞得天怒人怨 这个实力洋场 这个世界等于说中国的世界之窗 在这个风控之下 他的经济起初的下滑 而且连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都抱怨说 给你的待遇非常非常的糟 就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土包子 这样的一个完全不把经济放在第一位的人 他居然高深作为总理 而总理就是掌管中国的经济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如果李强是因为风控 是因为控制而升官 那全国都学李强 今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其林 他居然怎么讲 他说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而这个讯息一出来以后 上海迪士尼马上宣布 我不玩了 上海迪士尼马上宣布说 我从即日起开始我要关门了 我等于说我只要开门 我就要承担我无法预估的风险 你看我做这么的投资 这些投资我宁可打水漂 我也不要再去冒这个清零的风险 而这两天全世界最关注的 因为在中国演艺界 也应该讲在中国电影界里面 有两个人非常有名 两个大外野 一个张艺谋 一个冯小刚 现在两个都传说 他们两个人离开中国了 他们现在也跑去美国了 如果连张艺谋 冯小刚都离开的话 那这股等于说逃离中国的风 到逃离中国的这个浪 到底会有多强呢 正好 你刚刚从新加坡回来 你去新加坡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 我们之前讲过 中国现在很多人跑掉 很多富豪离开中国 去干嘛 我跑到新加坡 你说你这次去新加坡 充分感觉到中国人人海来潮了 对 我以为我去重庆 我真的以为我去住重庆 因为我是住新加坡穿牙躺 对不对 因为我七八年前去过新加坡 七八年前去新加坡 你可以看到里面华人很多 可是很明显那些华人 一都讲英文 signish 对不对 第二件事 他们那些所谓餐饮 肉骨茶 什么广市的 都是以前广东福建 那种沿海一两百年前 过去的华人 可是这次不一样 你会发现明显一大堆内地人 还有内地的商业不是 都在新加坡 这个所谓的润到新加坡 所以真的很多中国人跑去了 对 因为中国是这样 你要知道最近中国这几年 这五年时间很流行 吃什么东北卢串 重庆烤鱼 所以这以前没有的嘛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还可以去中国 说我很爱吃 可是台湾现在没有 对不对 我去新加坡 一整排都卖东北卢串 跟重庆烤鱼 一整排 一整排都卖 一整排卖中国食物 然后原本我还紧张 徘徨不害小时英文不是很好 走进去可能人家听不懂 不好意思 全部讲中文 全部讲中文 从点餐要书 全部就是中国人刚过去的 那整个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中国现在内部 越来越紧缩 所以整个中国内部的 有钱的发出 大规模的人 人才 钱财 往新加坡走 英国金融时报 特别说它去统计 过去12个月 有500家中国企业 跑去新加坡 还有的是连根拔旗 跑到新加坡 有的是在新加坡设立分工 设立分工是什么 转钱过去 就是要大量的把中国的 我的职场移到新加坡 赶快跑 对 那在新加坡角度是什么 香港跌倒新加坡吃饱 因为香港人才只要一倒之后 你要知道 香港那些白领的 这个所谓做金融的精英 它是有全球移动能力的 这些人来台湾没搞头 台湾股票内线交易 没什么搞头 大部分去哪里 伦敦或新加坡 如果留在亚洲就在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知道说 今天香港跌倒的话 金融人才是新加坡吃饱 影视文化人才是台湾吃饱 所以他们移动是有 你看黄秋生是来台湾 是有点不太一样 影视人来去新加坡 坦白讲这个空间比较受限 所以新加坡是张开手 让这个所谓金融人才过去的 所以很扯 他让有钱人过去 有钱人跟金融人才过去 所以第一件事 我看到500加7人去新加坡 第二件事情 现在统计大量大量的家族办公室 在新加坡成立 这家族是我在中国是大家族 然后我要整个家族移到新加坡 我没办法直接移 他会在新加坡成立家族办公室 这个家族办公室要负责什么 开户 买房地产 然后做投资 但是全部不举好 大家移民再过来 整个家族过去 整个家族一起连根拔起 还有很有趣的事情是新加坡 你去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的住 还有非常完善的公仔制度 对不对 结果新加坡公寓 最近21个月 每个月都涨 涨31% 你以为新加坡住得起吗 新加坡现在还是比台北便宜 新加坡房子还是比台北便宜 可是新加坡公寓的住在一直涨 为什么 大量的所谓的白领精英到新加坡 他不是那种富豪 富豪去新加坡的富豪的这种高级公寓 是涨价没错 可是你如果是香港白领精英 你去一定是先租房子 所以这些租金也大量大量的商场 所以你看中国外流资金多可怕 现在统计过去12个月 中国一万名中国富豪往外面跑 一万名中国富豪带走480亿美金 大概480亿美金 等于是一个人带500万美金 等于每一个跑一个就带1亿多 跑一个就带1亿多 所以现在绝大多数跑到新加坡 更有趣的是 我去看金沙赌场 金沙赌场LV 我第一次看到LV跟蔡市长没两样 全部是中国人 我们去LV像比如说去101 有够反正一个人配一个店员 然后店员你走到哪儿 店员跟到哪儿 然后他就好像要推销 那边人多到店员来不及推销 所有包包就放在家里随便拿 然后鞋子随便拿 为什么太多中国人 里面全部讲中文嘛 另外就对中国来讲 现在出现一个字 叫做洗心革面 什么叫洗心革面 原来现在中国大量的 跑到新加坡了 对 现在不止马云跑到东京去 现在很多中国富豪 全部都跑到新加坡去 而且有一个新的词叫做 洗成新加坡籍 而且换成新加坡公司来面对世界 金融时报就统计在过去的12个月 整个中国的公司跑到新加坡 换成新加坡籍了 有超过500家 到今年 500家 一年又500家跑去 而且你说这500家都是大公司 对很多都是大公司 最具代表性的是像虾皮这种公司 我们台湾都很熟悉虾皮 他其实他创办的是个天津人 资金是腾讯 结果他现在完全变成是新加坡公司 还有最新的是抖音 我们都知道抖音很红 抖音的老板创办人现在每天都住在新加坡 而且亚太总部就设在新加坡 所有的高管都在新加坡上市 都在新加坡上班 而且现在听说可能用新加坡的方式来上市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是现在中国最有名的 叫虚印 他其实是一家快食尚公司 打败了拉拉这些品牌 市值超过1000亿美金 结果创办人徐扬天现在已经入籍到新加坡 也跑了 已经跑掉了就变成是洗心革命 而且准备用新加坡公司的方式登记在美国上市 就变成是所有的中国公司 现在变成是怕被共同赋予 而且第二个是怕被美国惩罚 被全世界排挤 所以全部都是洗心革命 换成是新加坡公司 所以说我如果到了美国 我也可能被整 我跑到欧洲可能被引渡 跑到新加坡就安全了吗 像虾皮以前要到印度市场 就会怕被印度人抵制 因为你是中国公司 所以他就必须要换成新加坡公司 像虚印这样的品牌 也不知道美国会怕排挤 被成了中国公司 所以他也要洗成新加坡公司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风控一下来的话 中国富豪是非常的惨 身价跌了18% 而且富豪人数越来越少 人都跑掉了 跑到哪里 我们都知道 等一下中国的亿万富豪 去年少了239 今年只剩下946人 而且这些有钱的我们听到了马云这些人 马化人全部身价都在往下掉 可是另外一个地方 人都在往上升 就是新加坡 我们都知道 以前新加坡富豪都可能是华人移民 现在全部变成是新中国人 洗心革命的中国们 刚才讲的虚印 他现在身价100亿美金 是新加坡的富豪之一 再来是虾皮创办的李小冬 现在身价是38亿美金 再来是我们台湾 他很熟悉的海底捞 都以为是四川公司 海底捞也去了 他就变成是新加坡公司 而且他的身价是130亿美金 也是新加坡首富之一 然后新加坡最有钱的 有钱的也是生菌公司 叫李希廷 也是新的洗心革命的 所谓的中国籍的富豪 那我们上周还跑到街头去看 看到什么场面 你知道吗 整个新加坡 因为中国富豪去了太多 连所谓的社宅 都有人被中国移民 抢的要买 他社会住宅不是平均的 让他的新加坡的公民 来居住的吗 对 他们叫住者有其屋 主屋政策嘛 结果主屋本来 一个主屋300万 现在中国移民 或者是去所谓的 洗心革命的人太多 抢的非常的凶 买300 卖的时候是950 结果现在最新的行情 我们去了解 涨三倍 涨三倍就算了 在达斯林 在市区最贵的公宅 现在已经到了2600万 而且你想要抢 还抢不到 所以连新加坡的主屋 你看到这个是转换量 不停的在转手量 量一直在增加 而且指数一直在往下飙 等于新加坡变成是 有钱人 钱涌进太多 连一般人的社宅都 社会住宅 新加坡人为什么愿意 接受政府的管制 是因为 我等11住宅 你都帮我照顾号了吧 特别是住 我不用买很贵的房子 现在中国人进去 连住都变贵了 对 永进的资金实在太多了 所以豪宅是 以前是最底层的开始买 现在一开一开卖 最高层的两亿的 一下子就被扫走了 再来中国富豪一下子 所以你说在乌捷大道 以及他最繁荣的大道上面 有个叫阿摩园 这个是一个幸福豪区 这个地方 你说这一栋房子 现在这里所有的房子 都是两亿起跳 对 新加坡是分开了 我租屋可以比较便宜 但豪宅我可以卖得很贵 但是这里都是两亿起跳 而且是紧闭越好的 马上就被抢走 以前还是低楼层在买 现在中国富豪一来 最高楼层我马上买走了 甚至中国富豪一来 一下子就五个单位 二十个单位 全部都扫光 更夸张的是 我们到现场去看 中国的富豪一进来 像这个是海底捞的 食人俱乐部 你有庭院 还不只是买下对顶 好歹喔 这是张勇 就海底捞川办了 以前是个工人 马拉锅了 这是他的私人的俱乐部 还把兵马勇放进来 对 这是多么豪华的地方 新加坡到处是中国富豪的 这样的一个私人俱乐部 然后接下来所谓的 像那个劳斯莱斯 很多的这些私人俱乐部 到处都停满劳斯莱斯 所以我们去算喔 今年整个中国 新加坡的劳斯莱斯 百万美金等级 比2019年爆增的九成 等于数量大幅的增加 还到一倍了 还不只是劳斯莱斯增加 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六 法拉利 马萨拉迪 林保坚尼 增加八十二 五十一 二十一辆 整个新加坡的豪车数量 比香港还要多了 那这么多人一直 永静豪车这么多 中国人一直在设办公室 发生什么事 新加坡政府干脆 把高尔夫球场收回来 所以有十一个高尔夫球场 要被收回来 做什么 要改正成为商办或是住宅 可是新加坡这么小 娱乐机很少了还收回去 对 所以新加坡现在变成 你高尔夫球你就打不起 一个高尔夫球 正从几十万 现在已经涨到两千万 那两千万台币 新加坡变成一个畸形繁荣 而中国富豪拼命的 要逃出中国 这样你把大家吓坏了 迪士尼说我不玩了 我照样关门了 为什么要关门 你理想上去 理想上去接任的人说 我继续封扣 那不是就没得完了吗 而且这是二十大之后了 事实上李强高升为总理之后 大家都有样学样 反正我只要封控封得好 一定就可以保证升官 所以他在去年十月三十一 也是去年的 今天同时的时候 上海那时候的迪士尼关门 就被他今年的又关门 又关门 为什么又关门 因为新上任的 陈吉宁上海市委书记就说 我们要清零到底 所以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那糟糕 一模一样的 这个可能更加强硬的人 上海之后 那上海迪士尼 只要把他关闭 所以他本来以为说 我就熬过一年 熬过两年 现在全世界的风控 都已经在解封 全世界到回到正常生活 就没有想到 中国还越玩越硬 没错 事实上习近平用理想 就告诉你 我的政策是不会改变 那既然政策不会改变的时候 过去几年怎样 打压富豪啊 富豪你都要给我 这个平均家产 所以你知道 现在这些富豪 这些演艺界的大腕们 就开始跑了 这个冯小刚这几天 被他传言 移民到美国去 另外一个 张艺谋也被传言 说他移民到美国去 保洁大 张艺谋他有出来说 我没有 我没有 可是冯小刚到目前为止 没有否认 所以基本上 冯小刚是真的 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 不是 张艺谋就在否认 也没有看你出来啊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现在全中国弥漫的一股 非常气氛就是 能够跑了就跑 资金能够跑了就跑 人能够跑了就跑 所以那事实上 在今天的时候 这个香港股市 或者这个中国股市 一度还有拉到红盘 但是尾盘又撒下去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能够有红盘 能卖就卖 那今天的香港恒生指数 又来到14717点 距离我们讲的这个之前的 这个回归之前还更低了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 真的越来越往下沉沦的感觉 好 那为什么大家看到 没有信心呢 保险 除了原因是这样 李强走的时候 如果你换另外一个 新的上海书记 如果是个这个 能够做得好了 那大家就想说 可能解封有望 结果要上来是 这个陈吉林 大家看到的时候 心都良感解 保险 陈吉林为什么 能够升任你知道吗 他事实上 他今年59岁 有很多人就说 他可能是未来 习近平要培养的接班人 就是他 好 那事实上 他的学历真的蛮棒 他是英国地工 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 所以他真的是 一个扎扎实实 有念书的人 帝国理工学院 对 他是非常高学历 然后回到这个中国之后 担任这个 这个清华的这个教授 那后来被这个 习近平找来当官 当官的时候 他当到什么 他之前就是担任 北京市长 他跟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个蔡奇 一个是市委书记 一个是市长 蔡奇就负责打压 低端人口 那他还做什么呢 清理空气 因为这个北京 今年要办冬奥 冬奥的时候 你要给我空气非常好 所以他一样一刀切 反正北京附近的这个钢铁厂 然后能关的就关 所以他的方式也是一刀切 这样的方式 反正我就关 我就关的话 空气就会好 所以北京看到蓝天就是他 所以他跟蔡奇 李强他们是其实 其实是一样的 虽然他学历好 可是他就是这样搞 所以他来的时候 第一个这个 马上就开一个 疫情的这个专案会议 他说要毫不动摇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 然后还有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所以说得很清楚 他就是要这样弄 所以他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好那他现在这样弄的时候 讲完没多久 马上迪士尼就说 我们就关闭所有的这个状况 现在迪士尼是怎样 不进不出 你看这些人为什么要跑 他们第一个听到时间 他们听到不进不出 他们本来要跑了 就不好意思来不及 门已经关起来 你就被关在这里 关在这里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核酸检验 核酸检验要三天之后才能够出去 抓全员都做完核酸之后才能够出去 所以这些人想 糟糕 我要被里面又要被困三天的一个状况了 这一讲的 根据疫情防疫要求 上海迪士尼的这个度假村 度假区 刚才讲 即日起就从10月31号 暂时关闭 即刻生效 你就算这些在旅游的旅客 我们只能表示建议 因为我关门了 他就在那个时间 因为这个已经陈吉林这样说了 那当然没话说 就关起来 关起来说 就在里面跑不出去 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上海迪士尼是要 至少关闭三天的可能性 好那我们看 这个就是一个微博 冯小刚的微博 正在这两天传遍了中国大陆 现在又被封锁了 你已经看不到 冯小刚 他现在所有的微博 全部都删光了 为什么冯小刚刚的微博三光 他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 他不见了 他怎么不见了 就跑出这张照片 这什么照片 他跟他老婆在一个豪宅门口 去送客 在哪里送客 在洛杉矶送客 我们讲很多富豪 很多大腕就跑了嘛 这是什么方面 这就是中国媒体曝光的画面 冯小刚跟他的老婆 徐凡呢 在这个豪宅门口 来送人家这个离开 他们开的车也是名车 看起来很像是 Land Rover的这个车 就在那边开 就在那边很开心的这样 就看起来 因为他们夫妇穿了那种家居的拖鞋 看起来很像就是他们家 后来没有被证明说 真的是他们家 因为他们住的 就在洛杉矶这附近的 你看 这是从他们拍上去的 从洛杉矶开上比佛利山庄 还有整个洛杉矶的街景 然后里面的装环是这个样子 这是冯小刚的家 然后一户来说的话 大概600多万 5、600万美金左右 比佛利山庄跟洛杉矶 其实是美国非常贵的地方 他就买了 传言说买了两户 这也太豪奢了嘛 那好 别人家传说 你冯小刚你大万人物 你怎么还跑到美国 好像看起来就住在美国 就没想到 他的这个微博 马上就已经不见了 对 为什么你看 目前他的微博 我们知道每一次中国人 要出事的时候 他就微博就会消失 先关掉 像前几天的这个胡锦涛 那么微博也被三观光 他也是一样 他目前为止的微博都被星空 目前为止是暂无 你去搜寻的话是暂无内容 暂无内容 他的粉丝有的话 追踪人数有2200万 这么多人 他就完全不管 他的微博 就让他三观光 算了我就不要了 所以那事实上 他现在不只是钱跑掉 他连在中国所有的东西 他都不要 所以等于是说迫不及待 要移民到美国去 你看那个洛杉矶的豪权 你看那个装潢 你看那个格局 布局多久了 对那事实上 你看这是他们目前 越来越多人 PO出这个照片 就哇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那 他在2014年买的 对就2014年 就买了这栋房子 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 中国他们的法令规定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来说 你只能每年约莫是5万美金 这样搬出去 那你怎么能卖这么多 他说买了两套房 一套是600万美金 还有300万美金 所以他一共买了900万美金 请问你这些钱 从哪里出去 所以你要就说 原来如此 他之前不是有 他2007年曾经说 我很穷 我没有钱 那后来不是又有所谓 阴阳合同 还有所谓 中国有一度不是在 少这个所谓的 你用阴阳合同 然后去那边洗钱 就后来在证明说 你好像真的 透过所谓阴阳合同 洗钱的方式 把这个钱都完全搬到海外去 这个是非常证明说 你真的是这样 所以马杰 我跟你讲 这些都 证据都出来之后 他绝对不可能回去 赶快跑了 因为他回去的时候 一定会被关起来 所以他现在只能够 住在美国 没办法回到中国 难怪他以前曾经讲过说 文革在一起 对 没错 你看他是2012年 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看 他说再搞文化大革命的 可能性特别大 我始终认为 再来一次特别大 而且 再来文化大革命可不住向过去 给你挂一个牌子 揪着你 逗着你 这次已经把你弄撕 对不对 我让你翻案 我让你翻不了案 所以他自己都知道 自己都知道的话 所以你知道 他自己有心理准备 所以为什么他说2014年 我们讲 这个如果真的是真的话 他说2014年就开始 买这房子了 所以他已经 也就是说 他其实已经密谋非常久 我准备要逃 逃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你就知道 逢小刚 他真的是 真的已经完全离开 中国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刚讲的 现在不只是冯小刚 对 现在呢 张艺谋 对 张艺谋虽然沉迹说 没有啦 我现在在做一个电影的后制啦 没有我还是留在这边 可是不对啊 是 现在你的照片 对 你在整个洛杉矶 一样 你在这个所谓的照片 而且你在无锡的房子 对 还要见价出售 没错 为什么 这几年会传言说 郑艺谋你可能要跑了呢 主要原因是这样 他有一个1.6亿人民币左右的 这个豪宅 这个豪宅来说的话 占地317坪 然后他的这个别墅的建筑面积是214% 花园就有202坪 302坪这么多 然后他所在 约莫在 无锡 我们到无锡有湖 那林湖的地方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地方 你看整个豪宅 你看豪宅里面来说是金碧 欧式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豪宅 里面来说 你看 有张艺谋的房子 对 有水晶灯的这个吊饰 然后又挑高这样 真的很棒啊 结果没想到 照理说 如果你在中国发展这么好 你干嘛要卖 结果没想到 他居然就丢出了这个 这个要卖 要卖的这个声音 卖的这个声音来说 原本你知道 原本按照他们当地人的估价 就是说 你这个地段 然后按照你这个建筑 然后你的装潢来说 至少价值2.7亿台币 就没有 你现在说1.3亿就要卖 所以你就说 我腰斩都可以 所以有人就说 你是不是要让他 要糟了 要糟了 所以你才要用低价求售 所以他就这样 面临到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他老婆说 没有啦 我们只是没有要急受 只是说有人来问一下 问一下而已 没有这个状况 那你就知道 但是为什么人家 但哪有人腰斩卖房子的 对 为什么会延迟找找 因为这几天又有很多照片 照片来说 你看这是张艺某 张艺某你看这是 他在美国的这个 美国超市 美国超市里面 买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在美国的这个 在这个地方炒菜 你还就说 你好像 你好去美国了 好去美国生活 你在这边生活 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是北京奥运的总舵组 他不只是北京奥运 他还是今年冬奥的 这个表演的总舵组 所以他其实是唯一一个 有北京的夏季奥运 还有北京冬季奥运 两个双表演的这个导演 连这样的人都想跑 跑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说我们不能接受 你这样 我们两件奥运都交给你办 你就这样跑了 就知道事实上 为什么这样 因为事实上人家就说 因为我们知道张艺某 他其实有非常多小孩 人家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 生很多小孩 就没有因为他的二儿 二儿子被耶鲁的 七所大学的时候录取 所以也就是很简单的说 他可能儿子女儿 很多都是由美国籍 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念书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传言说你跑了 那当然张艺某 他没有po一个照片说 没有没有 我现在中国在剪 我相关的这个影片的后续 那就出来呀 对问题是 他还是没有说 他真的有没有移民美国 搞不好你这是临时 回来一个状况 而且还不止我们刚才讲到 张艺某还有冯小刚 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之前曾经担任过 中国的女首富吴亚军 他是什么 他是龙湖集团 在重庆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控股公司 他居然 他就今天这几天的时间 他就说我要离职了 救命他股价一天跌了40% 那为什么跌40% 因为他说我可能 人家传言 他没有说为什么 他说我是身体健康 我身体不舒服 可是人家就说 你明明就要移民到美国 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 你在美国的这个状况 而且他的儿子还有美国籍 所以人家就说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的 一心的方式到美国去 你看连这个女富吴亚军都跑了 你就知道中国人 现在当然要跑 能跑就跑 好 董事长 这两天中国全传遍了 冯小刚的微博 有2200万人的这个粉丝 结果一戏之间 所有的内容都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 就开始传出立卖照片说 他跑到洛杉矶了 他跑了 都跑了 都跑了 看到习近平20大的政治报告 玩的人通通跑光光 谁要留在中国 是哦 这不可能 因为当年他们在胡锦涛时代 搞了一个叫走出去工程 所以全部的全中国的商人 不断在海外投资 这些奇奇怪怪的 房地产最多 没错 就像万达要买那么多电影院 投资什么足球俱乐部 还有投资电影院 既是一些不奇奇怪怪的资产 就是洗钱都洗出去了 结果他们到底 到今天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中国情况现在是越来越危险 越来越安 他以安全之名 要行使控制之时 所以人民的自由 人民说一切的自由 要受到高度的控制 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 14亿人口里面 穷人占多少 底层的穷人 有6亿人口 是有各种困难的 包括看不起医生的 包括那个在贫穷县边缘 虽然他说已经脱贫了 脱贫了不是吗 脱贫 但是那个脱贫人 生活的水平 会跟现在这些富翁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叫做相对剥夺港 这个国家一定乱的 怎么可能不乱 我每天光看那个电视 我就要造反了 对不对 我在山上吃的是什么东西 你上海住什么样的房子 我家徒四壁 结果你金币辉煌 我看到你冯小刚的房子 我看到你张艺谋的房子 我就反了 就不犯罪 我就难嘛 对不对 你怎么怪我犯罪呢 是不是这样讲 我一定会 一定国家会乱的 所以他知道这个结果是如此 所以他开始往左转 左转的结果 现在目前因为有个非常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 因为科技的进步 它有大数据 控制 它有人脸辨识系统 它有AI 所以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 共产主义国家 难怪想说 上海李强已经搞得天怒人愿 已经把上海的台商 很多的外商 甚至欧洲的商人 搞得鸡飞狗跳 大家已经给你抗议了 现在换了新的人 刚刚讲换了陈其林 我没有要放松 我继续强调动态清零 我要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动态清零 科学精准 抓戏抓屎 这不是吓死人吗 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 李强凭什么去入场 凭什么当总理 就是在这边恶干出来的 就是现在动态清零 在上海要落实多困难 你知道吗 在上海要落实动态清零 表示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要彻底摧毁上海的经济行为 都跟当时他干香港一样 他香港开始反送中开始 开始就开始香港 去介入香港内部斗争的时候 请问你他知不知道香港会挂掉 会 跟你干了嘛 他不在乎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在乎 他内部的控制权力更重要 他如果抓不到权力 他被斗垮 他就垮着共产党的江山一夜之间就丢掉了 但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个事情 他为了共产党的江山 为了个人家族的性命 跟他派系的力量 对 就把你打挂掉 听了 听你把你经济垮了会怎样 你现在上海经济垮了 结果你看到很几年 李强高升总理了 不是 然后你看到张艺谋房子卖多少钱 这大对折 大对折 2.7卖1.3亿 什么叫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有三个方法的共同富裕 你知道吧 第一招就是让你国家调整经济结构 第二招就是用税 用财税的方法 第三招是什么 让政府介入 贴标签搞你 打地主分土地 就是打地主 第三种调整方法 可不可怕 可怕 所以这个根本不用担心 我跟你讲 可是他心里没有复稿 他国家会不会退步 不会退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想到 国际民退嘛 他要扶持他的国营事业 做大 然后做强嘛 国营事业做大做强的时候 这些民营企业的倒掉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他本来就准备下一个世代的 经济的 这个产业的革新的开始 产业革新开始 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半导体的科技 通通没有嘛 对 从零开始 你要注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 德国批准了北京并购了一家 德国的晶片公司 总共金额不大 大概只有 大概是上千万美金而已 那德国为什么批准呢 这个晶片公司 不是你现在美国 不是封住吗 就给中国买 给中国并购啦 中国公司在德国并购了一家晶片公司 对 汽车用的车用晶片公司 但这个看起来是 这个是刚开始一个很小的一个缝隙 对 不是破口 未来会不会变破口 有可能 是啊 就跟美国干了嘛 所以他 他还是要跟美国干 德国帮他跟美国干 这就是矛盾 这国际政治是矛盾的政治嘛 国际政治有很多错综复杂 所以王毅讲了一句话嘛 王毅跟布林肯讲很清楚嘛 我们任何一方 都不可能尝试去改变对方 什么意思 老子不跟你一样 我就跟你干到底了 你改变不了我 对 我改变 但问题很简单 30年前的中国大陆 敢讲这个话吗 不敢 对 现在他认为 他跟你拼到底了嘛 所以他不会改变 是他的基本国策 对 基本国策 清零就是搞到底啊 反台独搞到底啊 要武统台湾干到底啊 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大家都挫来蛋 准备跟他一起来干这个 习近平的这个可怕的政权 我们讲 当习近平摆书 他这个领导 在这样的时候 把选择吓坏了 因为他现在这些领导班 没有一个是拼金器的 全部都是搞封控的 全部都是为习近平 是个侍从 你说什么 我干什么 而且大家要干嘛 我就是要去控制人民 而且我是要直接的 跟美国对干 而且我要准备 跟世界脱钩 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中国还有未来吗 你还可能赚大钱吗 所以现在中国的 有钱人 他拼命的想跑掉 而中国的有钱人 拼命想跑掉 有一个指标就是 他的豪宅 现在跳楼大拍拍 你现在看到了 这些豪宅 都在上海 都在北京 都在武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区域 可是没有想到 你都有好的地段 你的建材非常好 你过去买得非常高价 甚至你都是名人居住 但这好 现在 腰斩在腰斩 都卖不掉了 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什么 是这个上海的 华山下都院 这在上海 算是豪宅中的豪宅 谁住过 刘嘉玲在上海 就住在这边 所以因为刘嘉玲住过 这个房子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这跟大家讲结论 原本开价2.6亿 在纪念费抛售 变成全中国乃至于台湾大新闻 2.6亿 1.6亿抛售 少了1亿元 对 我讲的是台并 一便宜就便宜 一砍就1亿元 一砍就砍台并1亿元 观众朋友有钱 档子够大可以去买 为什么 因为这是非常好的豪宅 他有24小时的大堂的服务 然后还有住物业管理 恒温的温泉会所 健身 保管家等等 你能够想到里面全部都有 不好意思 现在过去有一防篮球 对 那个一防篮球什么概念 你买2.6亿是吧 你要捧着2.6亿去买 他才卖给你 什么头七罐两成 没有这种 现金马上买下 对对对 没有什么头七罐 所以刘嘉玲就住这里 对刘嘉玲就住这里 不好意思 现在搞不好1.6亿 还可以给你贷款 另外一个叫做基隆街荣誉 我们给大家看 基隆街荣誉这个画面 这基隆街荣誉 他就在上海外滩基隆街这边 你看也是顶级中的顶级 这大部分都谁来住啊 这都是那种白领精英啊 而且专门等于是那种 中国华尔街分子 知识分子 全部炒了 全部都住这边 对 原本多少钱的2.4亿 现在更便宜 1.3亿台币就可以买 又少了1亿 少了1亿1千万 然后这里面过去 大家是可看的 你有钱都买不到 买的时候除了捧现金2.4亿 他干嘛做身家调查 千金买房 万金买零 我有2.4亿旁边住土炮 我不能接受 你要是高知识分子 你要有钱了 有身份对付 你才买这种金融 所以你怎么三六九点 还进不来的 不好意思 现在大跳楼大拍卖 1.3亿啊 另外一个 陆家嘴的酒炉豪宅 陆家嘴多好啊 我不用太想 整个外滩最漂亮的就是陆家嘴 给大家看陆家嘴的酒炉豪宅 旁边文华东方就在隔壁 然后附近政大广场嘛 所有最金融最精华的地方 全都在这些 现在的2.1亿呢 连降六次价 听清楚喔 一降一降一降 连降六次价 已经降了2.1亿降到1.6亿 还没卖出啊 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遇到什么东西 楼市大跳水 现在中国的房仲说 会降那么多完全不合理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楼矿不好 是什么东西 同了 对 有人大量抛售豪宅啊 这才是问题 就是说一般房市不好 它跌有限度 跌3.5% 位置跌30% 40% 50% 唯一就是这种工序平衡嘛 供给大量的供给丢出去了 需求又萎缩才变得到 我降价1亿降价2亿 降价3亿 我就是要卖出去 但是你刚才讲的 我降价1亿降价2亿 他只是喊价喔 搞不好你还没再往下降耶 所以这叫什么 叫做富豪在干嘛 在跑路啊 招楼 财富豪宅啊 拼现金招楼啊 老板跳楼大拍摆 这是这个状况 在上海火山发生 所以英国金融时报 特别写出一篇报道 叫做什么 习近平一脸论 中国富豪精英 赶紧出国啊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很有趣 英国金融时报 访问非常多欧洲的律师 新加坡的律师 还有花旗银行专门去做那种富豪财务管理的这种律师 他们说什么东西 现在中国的有钱人有个叫什么 火灾逃生计划 富豪哦 火灾逃生计划 富豪 火灾逃生计划 为什么叫做火灾逃生计划 叫做什么 十万火机 我几个礼拜内就要跑出来 所以为什么火灾逃生计划 富豪的标配是一架四人飞机 一本外国护照 一个外国银行户头啊 这是什么 富豪 你可以想象吗 你可以想打仗头那一样 这以前是兄弟 兄弟要走路的时候 我一台车渔船 然后劳力士赶快卖一卖 现在全部没有 反正现在中国富豪 他们去访问欧洲的律师 叫做莱斯佩兰斯 他说光最近的 因为习近平一连任 然后之前就知道习近平要连任 最近他已经有三个 超级富豪家族的指令 说什么来自于中国 火灾逃生计划 即刻执行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走 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的逃 当然是这样 但是整个家族 连根从中国爬起 所以才会有我们刚刚看到那种 上海豪宅 大量抛舍的状况 然后呢 而且刚刚讲 不是上海哦 上海北京武汉 现在是重要的指标 全都要卖了 对 然后现在来看北京的状况 北京更夸张 北京有个豪宅 叫做王府斯基大厦 这个王府斯基大厦 在长这个样子 这个王府斯基大厦 导播我们先尽量带怀 这是王府斯基大厦 对不对 他距离500公尺是谁 故宫 多近啊 故宫旁边 中国故宫 他就在故宫旁边 就这个王府斯基大厦 然后呢 他开价 哇 我们刚刚那个豪宅 对这个来说都毛毛雨 15.9亿台币 15.9亿人民币 15.9亿人民币 台币七八十亿 对 结果现在降价变 11.2亿人民币 一降降了 差不多4亿人民币 就等于说 我一看 20亿台币那么多 不好意思哦 有多少人看 有5000多个人看 没有一个出价 所以一起一定会再降 再降再降再降 所以不是上海跑 北京也跑 对 你看到中国所有都在跑 刚刚我们讲嘛 富豪不是启动 那个所谓富豪 火灾逃生计划嘛 逃哪里 最有可能逃的地方 其实是新加坡 花旗一号 特别去统计这个 在新加坡 成立那种家族办公室 因为是这样子 中国人有钱 我都只全世界都一样 要这个 把财产移到海外的时候 一定会在当地 成立这种家族办公室 那这种家族办公室 都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跟专业的会计团队 帮他们把所有资产去做转移 你知道吗 2017年到2019年 整个在中国 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 增加5倍 2019年 5倍 还没有到高峰 那只是看坏习近平 2020年的时候变400间 2021年再翻倍变900间 今年2022年才刚开始 我们看什么 今年2022年快结束 我们看最后统计到什么状况 我的意思是 现在中国富豪 大批大批在新加坡 自产 资金流过去 开家族办公室 我朋友在新加坡做投资 他说现在整个新加坡 最不缺就是资金 他们资金已经泛滥到 中国的钱都进来了 你只要一个稍微有 像样的规模的项目 钱是一直进来 反而搞得新加坡当地的人 募资不易 因为我发展不易 都被中国的资金冲进来了 钱在那边已经不值钱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的郭广昌 上海复兴集团 董事长 现在他是上海首富之间 结果现在被资产在大甩卖 因为很有趣 10月17号 上海复兴国际 跟南钢 南京钢铁 双双停牌 两个公司双双停牌 表示会有什么东西 重大交易 要发生 所以双双停牌 不要影响股市 结果呢 停牌完之后呢 公布 在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复兴高科 复兴产头 复兴工业 把60%股份给南京钢铁 拼现金 161人民币 拼过来 拼过来干嘛 你如果看好中国的未来 看好中国未来 这种复兴高科 复兴产头 跟复兴工发 这种产业投资 工业发展 然后还有这个科技发展 你干嘛要甩卖 60亿的 60%的股权出去 新的船船 郭廣昌也要落跑 他也要跑 他的BNT被卡成 这样就知道 他关系不够硬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状况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好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各级的部分 我们回到总金的部分 老板戴怀 中国的预算赤字 是这样子 这辆红线是什么 2021年的预算赤字 黑线是2020年的预算赤字 灰线是2022年的预算赤字 红线其实2021年 中国已经慢慢回温了 2022年 中国一整年预算赤字 只有2.6兆 今年还没过完 已经多少兆 7兆多人民币 7兆多人民币的预算赤字的话 请问你欠 整个国家欠台币31兆多 你整个国家怎么走 整个国家怎么还 所以中国现在整个预算赤字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不再讲 有一个更可怕的是 他现在要大企业都跑了 我如果大企业要跑 你不要说我的GDP会减少 我的就业率会减少 那你讲说 最可怕的是吧 这个指标 连海力是说 我现在的无锡厂 要全部撤走了 对 刚刚讲的 还是说中国人大甩卖 在中国内部的资产 那我就问个很简单 因为我们刚刚讲 非常多上海陆家嘴的豪宅 还有这个所谓的 商业精英人所住的地方 我跟他刚刚就一开场 我就讲个概念 那个东西会被甩卖 除了代表中国人往外跑之外 也代表外国人也往外跑 对不对 因为那边陆家嘴 你去看很多都讲英文的嘛 白皮肤的嘛 金头发的嘛 所以你看 像我们讲的 像宝格丽在上海的 所谓的商业公寓 那就是为商业人士服务的 所以我讲上海都是外国商业人士服务的 现在都受不了了 能卖赶快卖掉了 对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的 现在中国人要往外跑 外资更要跑 你是中国人都不相信中国 我美国人相信中国 干我call你 所以现在出现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海力士的总裁进行销展竟然说 海力士正在一个应急计划 要考虑出售无锡的金元厂 你要知道 把无锡卖了 无锡要去卖掉 无锡是netfresh 这工厂 是这个大概占整个 海力士在6%到7%左右 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卖 因为很简单嘛 老美禁令下了 老美禁令下是什么 所有外国人不可以帮中国去做 任何跟半导致有关的 那他不能有一年豁免期吗 一年豁免期就是一年没跑就跑不掉 所以我当然现在就要甩 这一年赶快跑 我当然要这些甩卖嘛 那这个甩卖卖给谁 一定是中国政府要吞嘛 因为中国政府现在逼着自己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 就是海力士的无锡厂 这个无锡厂现在要撤掉了 海力士无锡厂占中国的半数总产能 对于整个营收占40% 现在说我给你一年的宽限期 不是 是一年后我就要枪决你 我就要把你刑刑 是一年要枪决 对 所以我现在当然要跑嘛 所以现在连海力士要跑等等 你就可以知道 整个中国内部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通通都要跑 好 所以董事长 你刚刚看到的 原来刘嘉玲在上海做了一个 非常豪华的一个公寓 今天传出来说 一折就折了一亿元 然后就讲了很多的豪宅拼命地卖 现在真的有那种逃亡 这么恐慌吗 中国的大企业 或是外商的大企业 或是持外国护照的中国人 现在当然是要一点快点 快速出走嘛 中国政府的经营方向 已经是往左倾了 就往左边靠拢 然后意识形态 在高喊马克思主义 我请问你 你跑不跑 跑 马克思都来了 我听到马克思我就吓死了 马克思真的假的不知道 但是他在嘴巴跟你喊马克思就昏了嘛 就根本不敢跟他玩了嘛 这是他第一招 第二招更狠的是哪里 是中美贸易 中美国家之间的竞争的那个冲撞 向上的那个冲突 日渐升高嘛 美国不放过他 对 不过现在开始搞你了嘛 美国已经知道你这个方向出来之后 我跟你没有合作空间了 那怎么办 那美国开始说逐渐 一开始现在我们看到什么封锁 半导体高科技封锁对不对 我跟你讲 美国现在酝酿的不是半导体 不然呢 是其他所有可以封锁的科技产品 它都封 都封 包括切断它的供应链 全部切了 美国现在全面性跟他干嘛 对 美国的全面性 我昨天看的新闻啊 那个布林肯在讲啊 他们期待在G20的会议之后 有机会能够有习拜会啊 对 那表示还没有成嘛 表示习近平还没有跟拜登约好时间嘛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东西嘛 那第三个东西呢 美国会怎么打牌呢 怎么打牌 美国很简单 一定打台湾牌嘛 台湾牌很简单啊 他打得很简单 就是把战略模糊的四个字不动 但是在辞职上 就一直推战略情绪 战略情绪 战略情绪 那好 那我先请问你一个简单的道理 很多人在这两天 我看到什么国安局也在讲啊 对 一堆国际专家 哎呀 要武统台湾要打仗 兵雄在围了 2017分一直来了 胡说八道一大堆 很简单 现在的习近平 怎么会有力量来打仗嘛 没有嘛 他内部 刚刚 他刚刚的内部斗争 刚刚开始 跟他不是讲是把反台独的 二字台独 放到党纲里面了吗 对没有错 那就表示说 他高举了反台独的口号嘛 那我们台湾这边的民进党政府 就是有台独党纲的政府 表示民进党 如果明年如果当选的话 跟中共的关系无解 对不对 继续干到底 对 对不对 如果赖清德明年当选的话 有台独党纲政府 对刚刚日本人讲这个话 明年会胜选 民进党会胜 胜完之后怎么样 大陆绝对不跟你往来嘛 不跟你往来是一件事情 他能不能打你 他能不能打你 他能不能用武装攻击 武装充足 制造武装充足 可能行 不能吗 不可能 因为很简单 他只会下午 不会打我 因为中国的解放军 知道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果他要做一个战争的想定的话 对 他的计算的所谓的 所谓的风险计算的攻速 就是Risk of Calculation 一定要算美军进来嘛 他怎么可能算一个战 说我打他美军不会来 不会这样算的嘛 他算是要跟美军打 不是跟台湾打 他要这样子算定 有把握才会这样干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错在什么地方 没有算到美军进来 他就想要三天拿不下来嘛 对 三天拿不下来 结果就美军来了 北约进来了 他以为他一天就拿下基辅了 对 现在变成这个德性 现在上不上下不下 现在搞得俄罗斯快亡国 那是今天是普丁墙 对 控制住整个情况 你觉得一样的事情 习近平碰到这种 他照得住吗 他照不住吗 不一定的 我看不一定的 内部开始就是开始 对 因为民事 如果整个情况在内乱的话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不知道 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这么去假设 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讲的 很简单一个事情 他们要犯台 因为要攻打 用武装 用武力攻击台湾的时候 他一定是算到美军在 美军事态的 美军来了 作战对象在这里面 所以他怎么会有力量 现在来打吗 不可能打 好 那第四个很简单 两岸关系会不会恶化 当然恶化嘛 台湾政府还在搞抗中保台 你只要不打我 恶化就恶化 有什么了不起 恶化很简单 商人跑光光 投资没有了 对不对 台湾没有人投资 订单跑掉了 台湾是个外向型经济 所有台湾的外销产品 我们说中端市场是哪里 中端市场是美国嘛 是欧美主要国家嘛 我们中端市场 如果是美国的话 消费品或其他 所有各种外销产品 你订单会来吗 iPhone的订单在台湾做好了 不会吗 不会的 订单就很简单 它会请你选择 像鸿海这种公司 它会下订单给鸿海 请你不要在台湾生产 因为这样子 你的交货期保证没有问题 在台湾生产 万一他来个演习 啪给你搞一下 停电搞一下 给你来个几个 贴几个 在港口给你围一围 那我们要出货困难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会变成 台湾的因为会面临到一个 冷战的危机 冷战的危机导致我们的经济 跟商业的萎缩 这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怎么克服 我们的执政当局到现在为止 没有提出一套方案 我们的国安局长只是 每一个人都变成了 新公园的算命师 都变成指挥斗数 二三年来了 二四年来了 每天跟你算 他要来了 狼来了 没有人告诉我说 我怎么样打对付狼 狼没有来 我告诉你 我们有钱人跑光光 台湾有钱人会跑 没有订单怎么办 去越南了 去亚洲其他国家了 去美国了 对不对 所以台湾会面临到的问题 并不是军事的威胁 而是我们因为心理的恐慌 而造成的经济的萎缩 这才是我们第一波 要面临到的一个障碍 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 海力士本来以为说 我狗言传传 获得了一年的豁免期 可是发生才不过了 两个礼拜的时间 海力士说我要赶快撤出了 发现风向不对了 不是风向不对了 就是很简单 我讲过了 这个这个晶片 这个晶片法案 整个晶片法案是第一波 他讲的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讲的是一个军事的一个 军事运用的问题 所以刚开始是 他开始海力士 还在犹豫不决 看还有没有空间 当他海力士一看 就是这种 习近平这样子干了以后 你很简单嘛 你七常委里面 你讲一个告诉的时候 哪一个人搞经济的 没有 刘鹤去哪里了 不见了 王岐山去哪里了 这些董经济人通通不见了 董经济人是干什么的 搞意识形态 然后他们的学历 学经历 学历最好的是王滬林嘛 其他一些什么农工大学 还有什么什么高专毕业 他们的知识程度也不够 你把七常委的学历拿来看一看 有没有刘美的题 没有 王滬林有 王滬林斯坦福的 王滬林他研究不是研究经济啊 他研究斗争啊 他跟你搞意识形态 怎么样跟他斗 怎么样跟他玩 怎么跟美国人搞啊 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立这种东西 他不是跟你建立说中国的经济如何复兴 所以这一整批人里面 完全没有一个懂经济 而且他们的见闻浅薄 见闻浅薄 你要注意看一个事情 中共建政到目前为止 在1949年建国 你要注意到 他里面有一大堆非常优秀的 有刘美刘欧的一堆 邓小平勤工俭学啊 对不对 他不是都大老师 他打仗一批大老师 读书好的一批啊 非常有学问的人 为什么前学生愿意回到中国去 中国有非常一批又红又专 他那个所谓专就是说 他的专业非常优秀的一批文官 然后有一些工程师帮他治国 现在习近平有危机在哪里 你知道吧 他把这些人都赶走了 读过书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 李锐开玩笑讲说小学程度 那是向下淘汰 他有意见的人 谁敢给他意见 他听了没 就跟我们现在跟陈时中讲 你都听不懂 对不对 陈时中知道吗 马桶第一名 周玉寇讲他听得懂 现在都一样的情况 习近平听不懂 听不懂就往下递减 往下递减 但是回到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的水准文化 所以中国在建国历史上到共产党 在这一批的班底里面的 建设最浅薄 文化程度最低 最对国际观最差 就是这一批治国班底 这个日本的媒体在他的头版 大大写着习现在独裁 独裁了以后居然出现了一个 中国经济沉默 然后纽约时报也讲 中国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 这个结束这么好 改革开放没有了 是这个应该是说这一次呢 二十大习近平的七个接班团队 亮相之后呢 全世界的媒体达到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 中国经济GG了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日本 不管是日经或者是纽约时报 都强调一个东西 中国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 这个时代结束 其实当时44年前 由邓小平所开启的一个改革 开放的路线 然后呢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都看到中国的GDP都是 5% 6% 7% 8% 9%的成长 但现在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洛克菲勒的一个相关研究机构 在那个金融时报讲到说 往后看十年 中国经济成长可能连2.5%都难保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如果中国之前不是讲到说 什么2060年要超越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 这件事情可以在这一次接班之后 确定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它的整个经济成长率 受限于它的疯狂清零政策 受限于外资大逃亡 受限于它人口老化这种种政策 现在中国经济看起来真的非常不妙 而且这个萧条居然可以从 它的实力扬长 它的整理说 它的整个商业首都上海可以看出来 上海我们正在讲 你上海的领事会不是大排长龙 要赶快出国吗 更可怕的是 它现在很多的商店街 精品街 名店街 以前都是人满为快的 现在空无一人了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你会误以为是可能是去年 前年COVID-19很严重的时候 不是啊 它可是10月23号 也就是习近平公布 他7人团队亮相的那一天 你看整个浦东机场 都没人 都没人 非常夸张 而且拍这个影片的人 他自己说我在那边常常 惊惊处处这么多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们五光十色的上海东方 这也太冷清了吧 变得如此暗淡 变得如此寂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整个中国的经济 真的是出现一个大问题 整个上海目前为止 最为热闹是哪里 竟然是美国理事馆前面 你看10月24号 你看这个7人接班团队一出现 10月24号大排长龙地方 只有美国理事馆 大家都有能力的 有钱的 赶快大家想要 办一个签证 办一个护照 赶快来跑到美国去 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再不跑 可能来不及了 因为中国习近平所推出的 共同富裕政策 要不断一层一层往下拨 要不断不断的要共同富裕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上的人 他们在中国可能都是 所谓的高薪阶层 甚至是财富阶层 现在这些人全部都想要 都想要赶快逃离中国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说 怎么好凄凉 整个上海唯一热闹的地方 竟然是美国理事馆前面 那有一些人还是想说 你这样风控下去 你有没有看到 所有的全部都还在执行风控 你这样风控下去的话 我们饭要不要吃 我们生意要不要做 所以有些人真的受不住 受不了了 好 只能怎么样 就偷偷的开 偷偷的营业 偷偷营业之后 就人家说没有办法 你看像这家店 他说不行啊 电珠要缴 他只能用营业 营业没有多久 才开个半个门 马上又被举发 大白就来了 马上又要查你 那你要不要让人家活啊 你活不了 关我什么事 李强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 你活不了是你家的事 我李强升官是我的事 而且你刚刚看到了 现在上海 美国驻上海理事馆 有这么多的人想要跑掉 跑掉以后我不知道嘛 人跑掉了 钱就会跑掉 而且现在 中国人想把钱移开 那是已经不惜任何代价 所以现在新加坡 出了一个消息是 我现在很多中国人干嘛 我要赶快去新加坡资产 至少我语言可以得通得了 那我去新加坡资产 我就买房子吧 可是你要被抽40%的 40%的印花税 你要受很大的损失 他们还是要去 是 就算你扣掉 30% 40%印花税 代表我还有5 60% 如果你留在中国 可能变0%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相关的数字统计 光是今年 大概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移民最多是哪一个国家 俄罗斯 大家往外跑吗 因为那边打仗了 就第二个国家在哪里 就是中国 他说中国大概有 1万个富豪就逃离中国 而每个人平均带了 480万美元的资产 换句话说 光今年大概有 480亿美元资产逃离中国 第二件事情 你刚刚提到了 逃之后你要逃去哪里 最主要就逃到新加坡去 所以他们有一个相关的数据统计 他说今年前8月光是新加坡 就是中国富豪跑到新加坡买豪宅的 有932套付那种所谓的豪宅 然后这个932套是比第二名的 马来西亚足足多了一倍之多 然后他们还有另外的数字是 有一个大富豪是福建人 他说什么我今年以来 我已经花了大概快要8500万的新币 买了20套 20套 给他买8500万的新币 你倒是多少钱 多少钱 19亿台币啊 他买了20套 这有钱都跑掉了 他告诉你 他有告诉你 他说我还要再买10亿 所以你就知道还要多有钱 那现在他们就说 因为新加坡市长 新加坡有一个移民的方案 就是你一口气 如果投资250万新币 也就是相当于台币 我这个5000万的话 你就可以有一个成年人可以移民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要买10套 20套30套 代表了他可以取全家带到 全家族要跑 全家都让都要跑 所以你就知道 然后而且我刚提到 新加坡为了避免这些所谓的中国富豪 不对的来炒 不对的炒 把他们新加坡的房地产炒高 所以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情 把他们的一个印花税 于是买房的这个税金拉高 从原本在20%左右拉到30几% 在这种情况之下 30%就等于税 税缴了30% 台湾的豪宅税15%就受不了 30%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花了8500万新币 买了20套房的福建人 他光印花税 他缴了3000万新币 6亿多台币 6亿多台币变缴税了 对 他说不要紧 我还要 他甘愿 他继续买 没办法 因为他不买的话 他所有的钱 全部留在中国 可能未来都会被共同富裕 好 所以提会 你在中国 你等于说 你也是做国际关系的 你对全世界有非常多的了解 你中国也有一些手势 真的这么惨吗 对 经济状况真的很惨 因为我自己的朋友 好几个在中国大陆经商 或者是说 他们在当这个 一般的职员来讲的话 原本来讲 比如说一般职员 他做个店长 他基本上的话 一个月薪水 大概有1万多块的人民币 算不错的 对 然后后来呢 因为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后来他们开举这种所谓封城 或是封区的这种效果之后 所有商场卖场没有人要去 所以到最后来讲的话 他现在一个月薪水 顶多就三千多块 然后三千多块的人民币 怎么活下去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降低很多 而且这样持续的半年以上 时间要三成了 对 然后你要一出门 一出门不小心 然后你的二维 那个所谓的 这个健康码 全都要变色之后 然后你要就 又被封起来 所以你要到处 不断的去做核酸检测 所以大牌长龙 在做核酸检测 这是事实 包含我们学术交流的 一些单位的老师 也都是在做这种核酸检测 所以我们常常想一件事情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真正的在做疫情的 这样的一个管控 这根本就是在做维稳 在做增加的概念 安全管控 因为你这些人跑来跑去 然后你可能跟 比如说跟外国人接触 跟谁接触 然后你们就开始串联 或者是说 我相信这些共同富裕的 接下来 可能中国大陆会有一波 包含富豪们 根本就不能出去 连出去都出去不了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在美国总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在那边排队 赶快跑 对 要跑现在能够跑 赶快跑 不然的话 接下来的话 正至于整个到明年的 两会之前来讲的话 可能都有一波 这个全面的风控 另外就会想到 在整个风控里面 有一个人恶名昭彰 就是上海的书记 他这个叫李昌 结果现在你居然 一下三几条 变成了国务院的一个总理 就搞了半天 现在这个全国学李强 全国学李强的 这个结果是什么 你的风控不但没有地险 还越来越可怕了 是啊 你要升官 你就要学李强 你不然的话 基本上就打包走了 你就跟胡派的一起走 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 就是说李强他的这个事情 发生了 这包含他的家乡 既然还有敲锣打鼓 浙江温州的这个地方 敲锣打鼓来 来跟什么 歌颂他们的什么 他的那个李强来讲的话 他能够上位 但是问题是李强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真正上位 没有啊 就是封城而已 但是后来呢 顺春南执行的这个 就是说带来了习近平的指令 说全面封城 不能做什么冤浪过封城 结果他就乖乖地照做嘛 照做之后 这样子过关 所以你就可以 可以当这个所谓 未来的国务院总理 所以对李强来讲的话 他这个升官模式 其实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对不看到现在河南就穿穿什么 这太夸张了 他现在居然在路边 你出现 你以为是电话亭 没有 这个东西嘛 这个我表就塑胶布 把你封一封 你在外面 我发现你可能有感染 或者你有问题 我就直接 把你丢到这个塑胶布里面 就像电话亭里面 然后呢 他更可怕的 我怕你跑掉 我上面又有这种针刺 你跑都跑不了 现在包括李强隔离帐篷 你就直接把你塞在里面 那不是跟 这个等于说我现在 随时都在抓人吗 他等于说软禁的概念 或者是所谓的 就是说 居留软禁 然后不让你 这个随被移动 所以人口不移动的话 就基本上就认为说 这个就可以维稳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说他的防疫政策 完全都不是防疫政策了 那对李强来讲的话 他今天来讲 他要先处理掉 这个防疫政策的 要改变 他敢改变吗 他不敢跟习近平讲 清零政策要改变 因为清零政策是习近平垫下来 所以他怎么救经济 他国务院是主管经济 主管中国全国经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完全没办法动的情况之下 他只能问老板 又是问习近平说 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果习近平没有办法去 把清零政策拿掉来讲的话 整个中国经济是崩溃的 是没无救的